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1期峰会上发表这个谈话 杨小兔说 中国的一些富豪企业家在掌握了经济权子之后 谋求政治上的权利 这是十分危险的 那么中共的这个举措 杨小兔的这个谈话 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将掀起新一轮的打土豪运动 那么要劫富济国 很多人对中共的这个举措呢 很不理解 从而惊慌失措 有的人承忙外逃 有的人破口大骂 网上也是议论纷纷 而实际上 中共的这个做法 其实它是符合独裁权力运作的这个逻辑和它的规则 那么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尔诺 梅斯基塔认为 任何国家的政治格局其实都是有三个圈子构成的 第一个圈子呢 是民意选民 那么民意选民就是民意上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实际上对领导人的这个当选没有丝毫影响力 这样的一个群体 第二个圈子呢 是实际选民 实际选民就是对领导人的当选具有实际影响力的那个群体 那么对美国人来说 就相当于投票的那天到投票站去投票的那些选民 对沙特来说就相当于黄氏的成员 对中国人来说呢 就相当于 中央200多个中央委员 还有这个200多个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两个圈子 第三个圈子呢 就是胜利联盟 那么胜利联盟呢 他就是对这个领导人的当选和他保持保住权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样的群体 那么也就是说领导人必须一号这个群体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 对美国总统来说大概就相当于关键选区投票 让他当选的那一部分人 对中国来说呢 就大概相当于政治局委员 三代领导人为代表的元老集团和他们的这个子弟 那么也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500个家庭 米斯基拉哈教授还认为呢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民主 其实标准很简单 并不是看他呢 有没有这个选举 而是看他的这个胜利者联盟的人数 如果这个人数足够的多 像美国这样 那么他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这个人数胜利者联盟的人数比较少 好 像中国这样 13亿人才有区区几百个人 来决定领导人的这个当选 和能否维持这个他的这个权利 那么像这样的国家呢 其实就不能叫民主国家 他对这个领导人有决定权 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利益 我们随时可以再换一个这个领导人 大家可以通过美国的例子 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 比如说那美国民主党上台 他为什么那么支持这个非法移民 因为非法移民 他的亲属就拥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投票 这个票可以决定这个民主党的当选 还是不能当选 那共和党他为什么这个他要反对非法移民 因为他的这个票仓 不在非法移民的这些家庭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为什么一些一心一意为人民 从长远的角度来规划国家的国际民生的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反而干不长 而一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 却能在位几十年 有的人甚至死了 儿子还可以继位 像北韩这样的国家 老子死了儿子继位 儿子死了孙子还可以再继位 独裁者手册提出了权力运行的五个规则 这五个规则分别是 一 要让这个联盟越小越好 联盟越小 孙伟他要花的钱就越少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这是个简单的算数问题 你要孙伟500个核心家庭 肯定这个比孙伟13亿人 那个花的钱要少得多 第二呢 是要让名义上的选民越多越好 那么名义选民越多 一旦联盟中有人反对你 你就可以轻易地把它替换掉 那么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皇帝叫孙苑章 他呢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工臣 那么同时他又讨好了普通的百姓 他甚至呢 还有一个很奇葩的政策 就是允许普通百姓 可以直接压着这个探官污吏 到朝景上来 那么从此的权力运行的第三个规则呢 是要控制这个国家的收入 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里 必须控制钱的流动 据说呢 萨拉姆上台之前 他就控制了这个伊拉克的私有资源 那么有了这些钱呢 他就能够巩固他的这个权力基础 因为他能够收买这个胜利在联盟吗 独裁者权力规则 即是是要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 钱一定要给够 但也不能太多 比如那么中共对这个 他自己的官僚体系 他的那个福利待遇 其实就是一种这个收买 文革期间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的现象 毛泽东发动红一鸣 和几层民众起来造反 但是对官僚体系里面 最令人痛恨的那些特权行为 比如说家里灌着很豪华的生活 那么生活作风一塌糊涂 经常那个强奸女兵 强奸女护士的这些高官 这些特别是一些这个老兵军 这些行为反而不可以作为这个 批判的重点 那么中央从丘 专门下了一个文件 说这种事只能算是生活细节 这种事只能算是生活小节 不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 那么 红一鸣和造反派 批判走资派 只能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 这一点呢 从今非常令人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解读这个 独裁权力的运行规则 我们就可以明白过来 那么官僚体系的特权 本来就是毛泽东 收买胜利者联盟的一个筹码 这怎么可以反调呢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特权 那么他们才是一个共同体 这些官僚阶层才能给毛泽东 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那么现在中国的各级官员 也享受着高于普通民众的非常多的福利 本质上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性质的收买 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收买呢 这个阶层才能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才能共同对抗 这个来自这个社会的 要求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 非常难以走向全民民主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们大家可能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 这个他们呢 你不能说他们的这个思想 他们的这个对民主法治的认识 就比我们落伏多少 特别是一些体制内的人 他们的思想往往很先进 但是一旦具体到要不要在中国推行民主 他们就会站到这个这个体制那边去 他们会反对这个民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跟体制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那么民主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一种挑战 因此呢 他们才变成了这个反民主的力量 独裁权力运行规则的第五条规则是 绝对不能从联盟口袋里拿钱给人民 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任何改革 如果伤害到了这个联盟的利益 那就很难进行 因为历史上很多变法 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 比如说王安石的这个清描法 那么王安石搞清描法 本来是想通过清描法的实行 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开源 截流 那么要解决现实中的这个 这个计贫困重 并同时改善这个民户的生活 让他们这个避免受肩并高利贷的这个判剥 王安石搞清描法 本来是希望通过清描法的实行 使得政府在台政上开源 同时也让这个民户避免刀受这个民间的高利贷的这个盘剥 那么从而达到这个民不加富而国用足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样的举措呢 很明显它侵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 那么在实时的过程中 它就变了形 最终造成了一种对人民的盘剥 对国库的一个这个甩态 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富民这样的目的 并且最终呢被废除掉了 那么我们了解了独裁体制的权力运行的这五条规则 我们再来看这个肖建华的 懂人被限制出境 甚至被打土豪 其实呢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么其一呢 因为肖建华这些人他只是民间的富豪 他不属于胜利联盟的成员 他也不属于实际选民的圈子 那么这些人他跟政权掌控者 根本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没有任何的共同利益 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利益冲突 所以在权力运行规则中 那么他们就属于那种随时可以被牺牲和被掠夺的那种对象 虽然看上去很光鲜的样子 但实际上呢 他们的处境往往很悲惨 其二呢就是 统治者权力运作的基础是对钱的掌控 只有掌控了钱的流向 才有资本收买送与联盟造与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但是肖建华这些民营资本家 他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触动了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让肖建华这些人富可敌国 让他们的资金自由流动 甚至允许他们运作资本的力量来寄予政治权利 那么统治者的地位就肯定会受到挑战 一个领导人在不能掌控钱的流向 没有足够的钱来收买这个利益集团 那么这个联盟就一定会分崩离析 领导人的地位也将最终不保 其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观察到 斯巴拉之后反腐败根本就不主动红二代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红二代他是当今领导人的权力基础 是圣地联盟的成员 只要他们不像这个波西来一样 技术最高权力 当然不会主动的动他们 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动了这个利益集团 动了圣地联盟 那么就等于给自己挖空 等于挖掉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吗 那么这样的事儿肯定是不会干的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么利益集团的这个利益不能动 那么这样这个问题就来了 圣地联盟的利益不能动 人民的这个福利和改革的红利呢 还要这个分配 那怎么办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肖建华这些人 这些民间富豪来开刀 那么有一些对中国的经济 很有研究的经济学家说 中国社会出现这个危机 很可能是在出现经济下滑 这个国家财富无力支付巨大的这个社会 养老金缺口 还有老工业区的职工债就业 还有老少边穷地区的这个富贫项目 还有就是各级政府前两年欠家的这个巨额外债 那么通过反腐败 带来一轮新的这个打土豪运动 搞一些这个民营资本家的财富 可以基本上解决这些资金缺口 那么从这个政治文化心理上说 也可以迎合中国人的仇富心理 从而迎的民心 总体来说呢 那这一轮的这个打土豪 跟八年前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借打黑抢劫民财 基本上是一个路子 如果我们对肖建华懂人的这个遭遇的分析 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推知 就算已经逃到海外的那一些富豪 恐怕他们的下场也不会太好 总体来说呢 在一个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的社会 没有随时安全的 这样的社会呢 可以给你提供巨大的机会 让你一夜暴富 从一个穷小子 变成一个亿万富豪 但是他也能让你随时 这个论为这个阶下囚 甚至连小谬都丢了 孟子说 照孟就所贵 赵孟能见之 赵孟能让你富贵 赵孟也能让你下见 在当下的中国 中共呢 能让民用资本家发财 中共也能让民用资本家倾家荡产 这个道理应该是肖建法 总富豪应该明白的 因此 那么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法治 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选择的道路 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